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喜冲 又到了阿冲讲鬼的时候啦 今天有位读者名字叫做Mr.JC 他写了一篇稿给我 这个稿有一点特别 很长很长但是全部都是用英文写的 我到目前为止我收到很多稿 但是全部都是华文的第一次收到英文的稿 OK啦也不是什么难事啦 我把它读完了过后 然后我现在用华文来讲多一次啦 OK So我的故事开始了 话说这位Mr.JC呢是时常出国公干的一个人啦 然后呢 他时常去这个柬埔寨的金边那边公干 他说在14年前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啦 有一次他去这个柬埔寨公干 他就在柬埔寨金边的一间 蛮高级的酒店住下来了 然后 当他去到这个酒店的时候已经很业了 然后他很累了 OK 他之前呢他下飞机的时候呢他就在便利店买了一些啤酒 然后呢他就把这些啤酒呢全部放去这个 酒店房间里面的冰箱 然后他就跑去冲了 OK 当他冲完凉了过后出来 他脉干了身体过后 他突然间发现到了 这个 桌子上了 有一罐 啤酒 就是他买的啤酒 他就在那边爬头 他讲 刚才我不是把所有啤酒都放进冰箱了 没道理还有一罐在那边 然后 他就去摸一下那个啤酒 奇怪的那个啤酒冰冰了 就好像刚刚从冰箱拿出来这样 他说他冲凉冲了整十五二十分钟这样 如果说这罐啤酒是刚才漏掉没有放进冰箱的话 这样他这时候不应该是冰啊 但是他完全就是从冰箱刚拿出来的感觉 所以他这里心里面就开始起毛了 他也没有想太多 他就把这一罐啤酒呢又放回去冰箱 然后他就 冲好凉就躺在床上 开着电视机 然后 看看看一下就昏昏欲睡 然后呢 不知不觉的就睡下去了 然后呢他睡下去了过后呢 他就开始发了一个梦 他梦到他在一个酒吧里面 然后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在跟他喝酒 然后他说他很记得那个女人的轮廓 甚至跟他的谈话内容他都很记得 OK 然后呢 当他发梦发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听到一个 的声音 很潮的声音 然后呢他就醒了 然后这个很潮的声音是什么 就是刚才他看着的电视机呢 已经变成模糊的画面了 就是 OK 就是雪花罢了 OK 这时候呢 他知道他刚才是发梦 所以他要去关掉这个电视机 他就伸手去右边的床头柜要拿那个电视机的control 结果他摸到的不是control 他摸到了一罐不应该出现在那边的东西 是一罐啤酒 他的床头柜为什么突然间出现一罐啤酒 这时候呢他讲他全身毛都站起来了 他讲 没有道理已经第2次了 刚才他坐纸上出现一个啤酒 现在他床头柜又出现一个啤酒 绝对不是他喝的 OK 这时候他就觉得不对路 OK 然后他就马上 打电话 去柜台 就说我要换房钱什么之类的 但是 电话接不通 电话就是一直 好像刚才电视机那个雪花声音 他这时候就更慌了 他讲我等不到 他就马上收拾他行李了 他就要下去 lobby了 然后他收拾收拾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间 他脑海里面又想到 刚才在梦里面跟他喝酒的那个女人 so他想想一下 好像也没有那么恐怖 ok so 这时候呢 他决定了 他不要收拾行李了 然后他就去 冰箱 拿了一罐啤酒 然后打开来自己再喝 然后他刚才窗头柜的 那一个啤酒他也打开来 然后他放在桌子上 然后他就对着 空气 就讲 你要喝酒是吗 来我陪你喝 ok 当他 喝完了 第1罐了过后 他就去 雪柜 拿到第2罐 意有未经 他要喝第2罐 然后当他打开雪柜拿出第1罐的时候 他就对着桌子的那罐啤酒就问 怎样 还要来多1罐吗 但是 没有人回应他 可是呢 这时候呢 电话响 他就奇怪 中午突然间电话响 他就去接电话 可是他接了那个电话 电话里面没有声音 又是 那个雪花的声音 然后他就放下来 他说 这就是你给我的回应 你想来多1罐是吗 给啰 他又开多1罐 又放在桌子上 桌子上有2罐已经开了的啤酒 他在那边喝 他讲他在喝的过程 他感觉真的是 好像有人在陪他喝酒 然后他喝完了过后 然后他在看一下风景 风景很美 然后他就 刀头大碎了 ok然后 整个晚上都睡到非常的安宁 也没有任何的事情 ok 然后 到了 第2天的时候 他就 打电话 叫这个 柜台人 这时候这个电话通了 然后他就叫这个 柜台人来帮忙 看一下 电视机有问题 ok 然后那个柜台人 找来找去 找不到问题 他电视机很ok 这样就算了 ok ok 然后 这位Mr. 杰西 他从此之后 他说他现在每次出国公干 住进那个酒店 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都会习惯的开一罐啤酒放在桌子上 ok ok 然后呢 当他回来了过后 第二天他又再开多一罐 他已经变成他一个仪式 ok 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没有灵异画面了 但是 其实你仔细去想一下他的情节 也是蛮恐怖一些 ok 好感谢我们的Mr. 杰西所提供的这一个 鬼故事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